好 这个影片要来讲这一个 CSS跟JavaScript 在我们Fizio Studio里面 可以去额外安装的一个小工具 那为什么要安装这个工具呢 那这个可能是我个人也会比较在意的点 因为我写一个网站 其实我有关这个CSS的部分 也都是我自己把它刻出来的 那JavaScript基本上写网站 我们还是可能会需要一些 使用互动的小地方 需要写JavaScript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 使用这两个的小工具 那CSS的话 基本上如果你要写一个网站 我们自己刻的话 我们会去使用比较进阶的CSS语言吗 比如说是CSS或者是LESS 因为你官用纯CSS去写的话 基本上你要写成这样子 就是你的画面是很漂亮的 那你会写得非常痛苦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使用 SCSS或者是LESS去做撰写 那但是用这两种语言是没有办法直接放在网页上下载 直接使用的 一定是要再把它转成CSS才能够使用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小工具去做编译 那JavaScript的部分可能是因为我们今天不会把很多可能不同的东西写在同一个档 因为这样子你要去做整理会很乱 所以我们可能会写很多档 但是最后我们要把很多档都合并成一个档案 那甚至可能把它压缩 那为什么要合并成一个档案呢 基本上你很多JS档去画在一个网页上 然后它去下载基本上效能也会比较差 所以我们会把它尽量合并成一个档案 那这样效能会比较好一些 好那为什么 那基本上可能会有人知道说 那你用Poost Trip不就好了 就可能不用写这一个CSS 那基本上Poost Trip会是比较使用在一些内部的算是系统 或者是系统面的这种网站 因为它就是帮你设计一些比较基本的样式 比如说就是这个按钮 那你就可能只要套它的就可以做呈现 但是我们如果要写这种 比如说形象网站 比如说像这样子 那Poost Trip基本的这个样式绝对是远远不够 这些样式绝对是要自己把它一个一个刻出来的 才会符合到我们这种想要的这种程度 因为这种程度绝对满足不了 所以说这时候就一定要CSS的管理工具 那基本上我也是有做很多形象类的网站 那我也都是自己刻的 所以这个工具是一定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安装跟示范 给大家看这个工具要怎么去做这个使用 那这边一开始我们就按这个延伸模组的位置 然后去做一个搜寻 那第一个我们要下载的是这个算是合并的小工具 那下载完之后它会说你要整个关掉之后 它才会进行安装 所以我们把我们要的两个小工具都把它下载回来 好那下载完之后我们就把这个stereo关掉 然后它就会开始这个进行这个安装的动作 好那按下去之后它就会开始进行这个安装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安装完了 那安装完之后我们再重新进入我们的这个 然后再重新进入我们的专案 好那第一个我们要来示范的是这个JavaScript合并的这个工具要怎么去做使用 那这边我们就先建立一个JS的资料夹 然后我这边放两个示范用的这个JS档案 第一个叫1第二个叫2 那我们就在里面写一些小东西就好 做一个示范用的东西 1 2好那这两个写完之后它会有一个设定档的东西 那一开始是没有的 那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这就是我们刚刚安装的两个小工具 那使用这个功能对着档案按右键 然后做一个这个按下 它就会出现一个设定的 那一开始原始设定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就去做一个修改 那第一个不是想要的可能是这个输出的位置 我们输出的位置可能会在这个静态目录的这边 然后这边可能就我先给它丢在JS的资料夹下面 那这边我们想要到时候会合并两个档案 所以我们改个名字叫做Hello World 然后这边我们要把1跟2都合并起来 所以这边要合并的哪些档案 那我们可以一直加下去 然后最后的话 我想要输出两种格式的档案 一种是原始档跟压缩后的档案 那我这边就输出原始档 然后在这边再多加一个参数 然后叫做要不要最小化 然后True 好那这样我们存个档之后 这边马上就产生出这一个合并后的档案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1跟2 它把这两个里面的内容给合并起来了 那这个再看一下这个最小化的压缩的这个档案 也是把它这个内容都合并起来了 那这里怎么有多这个档案 那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按的那个动作 它预设的是产生在同一个目录 那我们这边就不需要 因为我们现在是把这两个档案合并起来 产生在JS的这个目录下 好那这个是Javascript合并部分的这个工具 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边的设定我大概也只用这个样子 好那接下来我们换第二个 是CSS的这一个工具 那CSS的话我们再来建一个资料夹 那我个人是比较习惯用SCSS 所以我这边就来一个SCSS的资料夹 然后加入一个SCSS的项目 那一样1,2 那我可以在1里面 import2 好那接着的话 那我在1里面写一些东西好了 随便打一个1 然后这个color等于 那SCSS的好处就是我们再写一些阶层式的东西会很方便 比如说我今天这边如果我要t 我可以在1里面这样做一个撰写 然后是这一个 我们接下来换这个路径 然后一样叫hello world 那接着的话 这边的话就输入就是1 这边存个档 它也马上出来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里面的内容就有1跟2的内容 那你说我这边设定档又没有2 它怎么帮我合并呢 主要是因为我在1的这个SCSS里面有import2的SCSS 所以合并的动作是写在这里 那这边的话你只要输出1 那输出1就会包含这边写一样把2给汇进来 所以我转换出来的这个CSS就有2的内容跟1的内容 那1的内容我们这边有阶层嘛 那编译成CSS 阶层就是要这样写才能够使用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还有它一样有压缩的这个档案 那一样正确的内容 今天这两个工具 一个是用来合并这一个JavaScript 那一个是用来转档SCSS 转成CSS的这一个小工具 那其实这两个工具我用的功能就很简单 就只有这样子 就刚刚提到的 那已经满足我开发网站所需要的CSS 跟JavaScript的一些功能 那这个东西其实在很久以前 Steerial就有内建这两个工具 但是现在都已经没有内建 所以我们一开始要额外的 在这个延伸模组这边把它装回来才用 那因为我以前就已经在用了 那也都能满足我的需求 所以现在即使没内建 我还是会把它装回来去做使用 那可能有更好更强大的工具 但是这两套已经基本上已经满足我的需求了 所以我也是继续沿用 所以没有特别再去找 有没有更好用的 因为这两个我已经够用了 我也用的这么简单 那所以说这边算是顺便介绍给大家 如果你有跟我一样这类的需求 可以去下载这两套工具去做使用 好那今天的这个 其实不算是MVC的一个介绍 算是我在做网上 可能会需要用到的两个小工具 所以是顺便介绍给大家 好那这部影片就先到这里 谢谢收看